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皮肤长疮 然后这个弹尸的舌相的案例 咱们先看一下他的舌相和的基本情况 好,来还是画出三条线 好,咱们看他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男同志 然后呢,他主宿呢,就是在三四个月前的时候呢 吃过中药,吃完了以后呢,就四肢长那个疮 这是他当时的主宿 他来求诊的时候呢,创呢,已经基本愈合了 他现在呢,就是一个是耳鸣 然后就是坐到那打字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脑后啊 工作下有这个情况 那我们来先看看他这个主宿这些情况 我们先看他这个为什么原来吃了那个药以后长疮的情况 他最主要,我们从现在可以看得到 这么白腻,泛黄一点的胎一定是湿 而且呢,有湿于俱热 总觉得这个胃里面呢,洗热不洗脑 然后呢,又有浑身乏力 可能当时用药的时候就是以温补肾阳为主的那一类药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偏腻的这个 我们不止一次讲了 治病分虚和实 所以我们说治病一定要切记虚虚实实 就是虚的病,你用泄法它会更虚 实的病,你用补法它会更实 只像这个就是犯了实实的毛病啊 因为你有这么腻的胎 你再去温补肾阳 皮肾之阳 所以这失邪粘腻而不去 然后又加上这个药力 所以啊,这是我分析,这是他那个身上四肢涨疮的主要原因 因为他的药方呢,他也没有这个是一项 就这种蛇性而言 过去的这个温补皮肾之阳 不利于除湿 我们看他这个舌头这个湿 我们说过了 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到你看这个边这一点有一点尺痕 尺痕不是很明显 我们说了像这种湿呢 就是浮育到这上面的致密的这些胎啊 然后这个边呢偏一点暗淡的红 其实这个干预的情况也是很明显的通过这个边 然后呢,我们再看就是心肺这一块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了 这个舌头肩这一块 这个是他为什么会感觉到明显的乏力的原因 就是因为气虚的问题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他之所以觉得有的时候不喜欢喝这个冷水 洗热饮的情况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说过这是水湿 虽然有一点余热 但是这个水性寒呢 所以这个胃里面有湿 湿气偏重的这个人呢 他有这个习惯 他喜欢喝一点热水 因为喝一点热水 这个热气下去的时候呢 能够这个温疼化一点这个湿 是这个情况的 但是你看他同时呢 他也有烦躁易怒多梦的情况 烦躁易怒和多梦 因为这个是心血的问题 心气和心血的问题 他会有这个情况 然后这一块呢 我们说了也是有明显的一些肝胆这方面的热 虽然他这个舌头偏淡 我们说了偏淡是因为他的气血虚的原因 但是气血虚和热 他们不相互矛盾 他们会同时出现的啊 你看他这个大便的比较粘腻 然后呢大便难冲 这个都是失血为患的一个表现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情况 但是我们要说的 他感觉特别怕冷 是因为湿气过多 我们不止一次的讲了 湿气溢于这个中焦了以后啊 会影响这个气血以及气机 往四周透达这个情况 很明显你看我们说过这个你可以认为是表证的原因 因为他这个舌胎分布很明显 就是于中间这一块 这就是湿郁郁 机体了以后 然后呢 湿血没有到这个边 同时这个湿血组织气急升降 组织气血透达于表 这是他怕冷的原因 知道吧 这是他怕冷的原因 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他用过于温补皮羊 你不出这个湿不清除中焦这个湿过于温补皮羊的时候 他容易这个样子 你越温补皮羊 他越住内热 越住内热湿不去 他更影响这个气急透达 所以他有长疮的那个情况 知道吧 这是他的这个四肢怕冷 他虽然很怕冷 他怕冷的原因 你只需要用一些轻微透达于表的 你比如像很典型的这个生姜的量大一点 就比温补皮羊强 但是总体上来说 还是要以 除湿 这个有心气不足的问题 我们可以考虑这个 平补心肺之气 然后呢 大方向还是要以除湿 去这个湿热为主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 看我第一篇微图条进行咨询 观众王医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关系咨课ич distribu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